将培养土放入花盆中并浇水让土湿润 将红葱头有点脱落的外皮剥落 尖端朝上插入土壤里约三分之一 留意猪具以保留生长空间 一盆可以居家 也可以放在办公室的疗愈小物就完成了 接下来只要每天保持土湿润 一个月后就可以采收 这是平溪区农会 今年推出的充满希望祈福包 株葱小盆栽DIY 旨在平溪农会的农村社区小铺独家贩售 我们的株葱活动每年都推成初心 也开发许多新的产品 那么我们今年新开发的充满希望祈福包 内容主要有培养土 红葱头还有小事物 就是要给我们上班族一个 疏压疗愈的小物 也让上班族的业绩能够一飞冲天 平溪区农会总干事就表示 平溪的株葱远近迟名 每年的活动也都推成初心 今年新开发充满希望祈福包 里头有培养土 红葱头还有小装饰 要给上班族一个疏压疗愈的小物 也象征业绩能够一飞冲天 恋爱运能够充满幸福 另外或者是放在我们的居家阳台上 让我们的这些民众 这个恋爱指数充满幸福 今年新推出的原价它是240 那我们优惠的方案是199 然后可以把你把这个 祈福包载配到你的府上 一般株葱的成长差不多是 3个礼拜至4个礼拜就可以采收 实际操作这盆株葱盆栽 大概不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 接下来只要每天保持土壤湿润 约3到4天会冒出绿芽 3周至1个月后 高度达15公分就可以采收 有新区的民众可以向平溪区农会订购 也可以直接宅配到府 借成为平溪采访报道